各位老闆精神 今天和大家做到凉菜 经济又实惠 这个我们叫做圣子 它的锅头虽然是小锅 但是幼稚还是挺肥厚的 清洗干净了以后 再用开水烫煮它6秒 到处后再用冷水来冲洗一遍 接下来直接把里面的螺药取出 今天和大家研究的是 蒜蓉西瓜蒸圣子螺药 挑出后再次用冷水来冲洗它一到两遍 在焯水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烫煮的时间不已太长 否则螺药会收缩 会影响到成菜时的口感 所以在焯水的时候 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关好 这种我们叫西瓜 表皮一定要打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条形 里面的瓜囊可以不要把它切掉 这种西瓜平时我们用来清炒 或者是做汤它的味道是很清甜的 那么搭配小海鲜一起同煮或者蒸 它的味道就会更好 把准备好的蒜蓉再用清水来冲洗一遍 这样炸出来的蒜蓉就不会发苦 而且不发黑 在油炸之前一定要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接下来开始表演 这个是花生油 在加肉的同时会冒出一定的白泡泡 加肉后先把西瓜放到里面炸进它 呈现为深绿色的食药即可捞出 这时候的熟度已经是达到了六成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蒜蓉放到油锅里面炸进它金黄色 油锅里面总是不停的鼓起这些油泡沫 那是因为里面还有一定的水分 到初把它放到一个盘里面 加入一定的小米辣 开始调味了盐、胡椒粉、鸡粉 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那么在蒸汁的同时 先把西瓜和蒜蓉搅拌均匀 这样才得以入味 在摆盘的时候 西瓜放在上面 螺药同样是用蒜蓉把它搅拌均匀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常菜 只是手工的环节多了一两个步骤而已 螺药铺在上面的好处 就是让它在蒸汁的同时 让里面的汤汁渗透到西瓜里面 水开后把它放到蒸锅里面 整个蒸汁的时间为4分钟 出锅后给它耍上 适量的葱花、海鲜酱油和药花生油 一道蒜蓉圣椎萝油蒸西瓜 就继续完成 小海鲜大鲫做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道很有党气的菜样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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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